大家好,我是姨妈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这款斜纹长方形垫子的织法 下面我具体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首先套一个坨套 把它挂在左边针上 接下来我们织第一行 首先要加针 用右边的针这样瞧起这个线 这样就加了一针 然后织一个下针 再把这个转过来织第二行 我们再首先加针 用针这样瞧起这个线 每行加针都是这个加法 每行都制的是下针 而且每行都必须要加针的 加针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右边加针 左边它是不加针的 就是这样加 按照这个方法 我们加到我们需要的宽度 然后到那时我再回来 假设我们要制的织物 和这个长方形的形状 它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刚开始起针的时候 就是从这个尖角这开始起针 两边加针 把这一个三角加出来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 不加不减的往上 边加边减的往上织 一边加一边减 那么它也其实就是 没加没减 但是那是为什么要 一边加一边减呢 就是为了织出来这个形状 所以呢 它要一边加一边减 织到这一块 织到这一块了 一边加一边减 织到这一块了 于这个小三角了 怎么办呢 我们要两边收针的 把它收完以后 这个长方形的就出来了 你看我把这个小样 这个放在这一块 你一看就明白了 你看现在知道这个宽度了 也就是把这个织物的宽度 织固了 宽度织固了 我们叫一边加一边减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一边加一边减 怎么加针 怎么减针 加针和前面的加针方法是一样的 因为在这要换线 所以我在这给大家演示一下 换线的时候我们怎么加针 换线的时候还是这样的 把这个线头呢 捏住 然后把这个针呢 这样瞧起这个线 加针的方法它是一样的 这样织 第二针呢 我们把这个线头压一下 就这样织过去 一直织到末尾 这儿它是不要减针的 我们减针要在下一行减针 在下一行还是在右边减针 左边它是不用减针的 每一行都是这样 织下针织过去就行了 上一行我们在右边这儿加了一针 余下的针我们织下针织完了 接下来我们把织线翻面 翻到背面来 我们又要在右边减针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减针 第一针滑下 把第二针和第三针 这样织一个右上二并一 这样就减掉了一针 余下的针我们织下针织完就可以了 后边我们就按照 这一行加针下一行减针 一行加一行减 一行加一行减 这样的顺序去织 然后呢 就是每次加针减针呢 都是在右边进行的 我们这样织固 我们需要的长度以后 多那时我再回来 现在这个长方向的长度已经织够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织这个小三角 这个小三角我们就要从两边减针 刚才这一块呢 它是从一边减针的 这一块呢 我们要从两边减针 减针的方法和刚才的减针方法 它是一模一样的 每次都是在右边减针 左边它是不减针的 减到余三针的时候 多那时我再回来给大家演示 现在减到余三针呢 我们把第一针滑下 把这两针一起织一个 左上二并一 接下来 再把织线翻面 把这两针在一起织一个 左上二并一 然后把线断掉就可以了 这个长方形我们就织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这个长方形我们就在一起 我们再次看 我们再次看